打开教室内的电力系统 仔细一瞧却是空的 自从政府推出班班有冷气的得正之后 各县市学校进入紧锣密鼓装设阶段 但是偏乡学校距离远班数少 无承包厂商愿意标案 最后只能以分区同胞的方式解决 造成偏远地区小学校 目前电力系统仍然是未装设完成 原本是一项美意 却引来学校和家长的担忧 现在电力系统的部分 我们大约建置了70%的进度 那因为还在施工的约约期限内 所以目前厂商还没有全面完工 所以我们的冷气系统 目前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还没有全部建置完成 承包的厂商应该要能尽速的完成 能让孩子能够有好的学习空间 偏乡的学生也应该能得到相同的对待 让每一个区域的小朋友 都能够受到相同的教育和权益才是对的 因为冷气问题 校方及家长担心孩子的受教权受到影响 但无法装设电力系统的困难点究竟是什么 对此在地水电业者透露 问题就出在通膨 大概9月份10月份还要再涨一波 所以在我们顾价上其实都得拉高 否则我们根本经营不下去 因为材料涨得太快了 不单单只是电线而已 但铜是涨得最夸张的其中一项 如果我们在去年已经签约了 今年都要了钱 那了钱只能看撑不撑得过去 如果撑不过去就 老了啊 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天气热 原物料需求增加 价格也跟着上扬 像是原本去年一捆2.0的铜线 价格在800至900元 但是到今年的8月 铜线却已经涨到1000元出头 因为原物料的高涨 让业者不敢贸然下单 就怕担心造成经营困境 进而造成冷气电力系统迟迟无法完成 因此学校和家长们现在就希望政府赶紧出面解决 避免衍生教育出现落差的情形 原事新闻楼欧 花莲寿风采访报导